凯特王妃状态不错,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养病,威廉已经浪子回头 威尔士王妃离开公众事业,已经有四个月的时间 按照英国王室的说法,凯特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一切都在有条不完进行中,只是复工日期会不断推后 根据外媒爆料,有人在4月6日的时候 在英国北诺福克的一个小镇酒馆里,看到威廉和卡罗尔 威尔士亲王状态很焦虑,免不了会戒酒消愁 岳母则在旁边耐心安慰 站在英国王室的角度上,冷处理这件事是最好的选择 既可以保住皇家颜面,也能尽量降低民众的关注度 现在让凯特好好养病才是王道 威廉和丈母娘去酒吧消遣,一行人都很低调,并没有大张旗鼓 目前凯特定居在安慕尔大厅,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状态还算平稳和良好,这个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根据外媒爆料,卡罗尔为了方便照顾凯特,已经搬进了诺福克庄园 除了陪伴威尔士王妃之外,还要负责接送威尔士三宝 卡罗尔尽量为威廉减轻负担 卡罗尔一直都是凯特的精神之中 这段时间家庭发生了很多变故,再加上身体上的病痛 让威尔士王妃一蹶不振 幸好有妈妈的支持和鼓励 才让凯特顺利度过危机时刻,重新燃起了斗志 现在凯特最担心的,无疑是年幼的威尔士三宝 希望他们的生活不要被打断 在辟谣视频中,凯特也提起,曾经花费很长的时间跟孩子解释什么是癌症 不想给他们留下心理阴影 舅舅家里发布了最新的声明 认为凯特处于困境之中,每件事都特别棘手 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孩子,双方必须好好沟通 并且给民众和粉丝一个交代 不少王室专家都认为,自从凯特王妃患癌后 威尔士三宝也被保护起来 虽然并未露面,但是母子四人情况还不错 刚刚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复活节假期 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凯特王妃为母则刚 为了孩子们能付出一切 但是当务之急还是要养好身体 威尔士三宝年纪都很小 必须得到妈妈的庇护 才能拥有光明和灿烂的未来 尽管威廉王子被爆出婚外情 甚至一度爱上了贵族罗斯 但是现在也不得不浪子回头 一方面认为愧对凯特和孩子们 另一方面威廉王子害怕支持率暴跌 毕竟他还想顺利登基 一位消息人士爆料 威廉经过慎重思考后 还是决定回归家庭 上演了浪子回头的一幕 王氏高层终于明白 凯特才是顶流 他的支持率稳居第一 是维护君主制统治的关键人物 69岁的卡罗尔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甚至被威廉视为第二个母亲 成功化解了婚姻危机 威廉现在已经回归家庭 比任何时候都爱凯特 亲自接送孩子们上下学 反而算是因祸得福 威尔士三宝也很懂事 会自己收拾书包和房间 为凯特做饭 并且还会配合医护人员 不在家里大呼小叫 相信威尔士王妃 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人美心善的她 才是最合适的王后人选